我们说是两个 其实你看这幅图的话 它两个就是站在一起的 其实它两个收编资产 就是差不多 我们可以算是说是同一个收编资产 那它这个是下面的那一个收编资产 比较近这个电车站就轻轨那边 我看这100多元 这个是流露到你们银行端 你们怎么会先拿到这个文件 这个不方便透露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澳洲新章节 我是Jerry 上次我们跟墨尔本的好朋友Benson 聊到这个墨尔本的基建 那引起很多网友的回响 那这一次他很很特别的 他又很拿到一个 好像感觉像是市政府流露出来的文件 有关于这个Box Hill车站的这个 开发这种升级计划 那Benson在线上 我们现在请他来跟我们聊聊 他这个从市政府流露出来的文件 跟我们分享一下 哈喽Benson 你好 哈喽哈喽 你好啊 哇我们上次提到这个 墨尔本的这些基础建设 然后里面有一些重要 我们所知道的这种东南方的这些 重要的区嘛 他们的车站 那结果你拿出了这个 我看这个感觉像是Bussell 这个是没错 它是Bussell Central Bussell Central的话呢 它一共是有两个这个shopping center 一个是North一个是South 那这个呢是Bussell Central North那一边的那个shopping center 我们说是两个 其实你看这幅图的话 它两个就是站在一起的 其实它两个shopping center 就是差不多 我们可以算是说是同一个shopping center 那它这个是下面的那一个shopping center 比较进这个电车站 就轻滚那边 我看这一百多点 这个是流露到你们银行端 你们怎么会先拿到这个文件 这个不方便透露吧 没有啦 这个文件的话 已经是政府已经是批准了的文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每一页 上面都有那个政府盖的章 这份文件是这个2021年的6月15号的时候 批出来的 那基本上它这个整个下面的那个shopping center 就会整个的拆掉 你如果回去的话 可能回去第7页第8页那里 我们可以看得到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啊这一页 它就整个shopping center都会都会拆掉 然后呢它会分为两期 第一期的话呢会有一个住宅的项目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商业的一个大厦 那它之后的话还会有三块是预留为以后发展的 那现在的话还不确定究竟会是商业还是住宅 还是这个商住两用 这个就真的现在这一刻不能跟大家说了 那这个 你如果看 请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话 在既有的巴西尔这个车站的话 它会需要拆掉吗 还是就就地升级而已 没有算是就地升级 因为它现在的这个巴西尔火车站呢 是在刚才的那一幅图 就是另外一个shopping center 就是South那个shopping center里面的 所以它这个火车站等于算是不清楚 但是在我的理解的话可能算是一个比较矿间或者是有一点点升级的这个趋势 那我为什么会是说它会有一个升级的趋势呢 因为我们上一期忘了吗 这个我想要说一点的话 可能会是在台湾的话 我们说一个地点比较好的地点的话 可能是就要做这个三铁共购的一个地点或者是一个位置 那以后的话Box Hill呢就会成为这个算是在墨尔本来说算是三铁共购的一个地点了 那三铁的话我们知道是这个高铁 然后这个普通铁路 然后再加上这个轻轨 那澳洲的话在墨尔本我们没有高铁嘛 那所以的话呢 它就是有这个普通的铁路 它有它的轻轨 那我们可以说再加上它这个环状线 或者以这个交通来考量的话 它也是一个公交系统的一个中转站 那我觉得它这个也可以算是称得上是三铁共购的一个地方了 它这个是它的一个先天的一个优势吧 因为一般的人其实像我们在比如说像我在台湾 其实我们因为居住的土地就是这么小嘛 所以台湾是很习惯就是这种商业重镇 然后跟住宅区都会有混在一起的感觉 可是在澳洲其实是比较不会的 就是商业区归商业区 住宅区归住宅区 但是我目前如果按照这样子的图去感受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商业的程度已经要再把它给扩大了 是的没错因为它这个就好像我之前好像我忘了是哪一期 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以摩尔本来说的话呢 它摩尔本原本的这个城市的规划是就是CVD在市中心 然后跟着往外围是它的这个居住 然后再往外围是它的这个绿化带 然后再往外围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可能是工厂这种 这种以前旧式的那种规划 那以现在的这种规划的话呢 是达不到一个城市矿张的需求了 而且对这个交通啊或者是这个人的流动来说呢 会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 那现在这个负担的话 摩尔本我们之前已经说了说 它不建这个环状线是维持不下来的 那但是它为什么要建这个环状线呢 也是因为它在外面建了很多这种卫星城市 那这种卫星城市的话 它的用意 如果在这一页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在第十一页 好像它有一个这个 波秀市政府 就是白马市市政府 对这个波秀山丑这个重建完了之后 然后再加上它的环状线 再加上它这个附近的一些配套的设施 它的一个对整个波秀这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愿景 那我可以看到到第一条 它说的就是要以波秀山丑这里成为一个波秀的一个心脏地步 就是心脏地带 那就是说它整个的所有的商业 所有的这个可能是娱乐 然后加上这个住的人口的密度 都以波秀山丑这里开始为主 然后再加上它旁边有说了 就是说不是光是以商业 还要人可以住在这里 那这个的话 你刚才说的没错 就是以前的话真的是 比如说很多subber也好 它就是住人的地方是住人的 然后跟着可能一点点的商业 可能几个店铺什么的都是分开的 那现在这种做法的话 也是变了很多 很多时候都已经开始有这种 有这种就是算是商住合体的这种项目 或者东西出来了 那比如说在我们格兰威尔利 就是Boss 不是Boss 就是Melbourne的格兰威尔利 那个地方的话 它之前的话也是商业中心那里 没有什么住宅的项目 就也好会东西也好 那现在的话那边已经是建了几个这种 就是重建完了之后 那就是有这些商住一体的 算是公寓吧 那价格也是剩的蛮快的 之前的话大概是8000多一平方米 那现在的话呢 已经算是去到一万二一万五左右一平方米了 那我们澳洲的 8000这个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吧 超过了五年前 没有它是它那时候没有这个有商住一体的这种 这种大厦的时候 它那边的宅住差不多是8000左右一平方米 那现在的话就是同一个大厦 现在已经去到一万二左右了 我的意思是这个跟普通 你说可能大概是三年前左右的事情 三年前五顿钱 对那现在的话你就是不能 我们不能把这种商住一体的 或者是在这种 这种Shopping Center旁边的项目 跟它其他的项目去做一种比较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 它们之前没有这种商住一体的时候 它那边的这种价格 包括现在 它那边很多的这种 Apartment的价格也都是差不多这个价位 但是就是那些商住一体了之后的 公寓的价格就充得很高了 在我们的头顶上方 那个一跟二之间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Stream 因为我看不太清楚 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Post 对Postberg Street 那它这个话好像我刚才说 它除了它的这个 光是它几个大厦的这种重建以外 其实它下面还会 就是整个它是整个一个地方 会重新的规划 它有它把它现在的步行街 矿大了差不多是 两倍左右的这么一个体量 那它下面的这个大厦 围着中间会是变成一个步行街 这种步行街的感觉 不是普通的那种步行街 它会把它弄成那种感觉 比较像台北的华纳威秀的那种感觉 它是很漂亮的 等一下的话可以看 这个是它现在的样子 那它下面的话会有一些 它的一个电脑的三级效果图 刚才那个你可能走回上去 刚才那个可能20页左右的那个地点吧 我告诉你它步行街的入口在哪里 对就是这里 这里的话呢 它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现在这里有一个Wine About 然后那边的话是一个这个汽车的 就是卡帕的一个入口 那它这个卡帕的入口 就是它现在的这个商品中间的卡帕 那它所以它整个到时候 整个商品中间全部拆完了之后 这里就会是这个步行街的入口处了 那感觉跨得蛮大的 因为我印象中Buxill 它那个车站就 佛它那边小小的那个入口 那边就是那个步行的商业街啊 对它所以我说它到时候 它整个的这个商业街 会比现在要矿大差不多是一倍 或者甚至是两倍的这个体积 这个就是它现在的步行街 它就整个步行街就是这么大 所以它到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刚才的那个规划 它是整个步行街会矿大出去外面 那真的会矿大很多 那在这个步行街的那里的话 就是它现在都是一些商业的 可能是office啊这些 那只有好像是一个这个住宅的项目 那这个的话它会是一些它商业的 那个楼宇的一个预览图吧 那个电脑的效果图 可以看得到它这些商业楼宇的话 都是比较就比较很漂亮的 不是说一个那种石灰板的感觉 这个是它下面的这些步行街的感觉 就很像你当初可能就是来台北 华纳威秀信息商圈那个意思啦 我看它这个四亿图 就是这个意思啦 对没错 那所以可以想象的到它那边的这个 这个房价也好 或者是这个商业的店铺也好 它的这个价格都可能会有一定的飙升 所以这样有可能会拉抬 Bugsell附近周遭的住宅项目吗 那是肯定的 所以这个的话我一找到就马上发给你 然后我们来讲一讲 分享给我们的观众 你这个很重要 你这个一百多页这个我要好好看一下 我仔细研究一下 看它发展到哪边周遭 那附近的项目 我好好就是推荐给客人一下 对的对的真的值得 值得一推或者是这个地点的话 就像我刚才所说 真的值得注重这个地点 那我们好像我们之前的 马一期来的也有 这个就很像我们那个 台北的华纳微秀的这种感觉 就不是说光是一条步行街 然后没有什么景观 它这个就刚才的那种旧式的步行街 就真的是一条步行街 都是商铺 这个的话它是有广场 然后有一些休闲的地方 就整个地方的话 把整个地区的这个档次 或者是感觉都完全的拉起来了 所以它的这个房子的价格 也会有一定的上升 对你这个档次已经是完全 但现在是有不同的档次了 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 那这个的话 而且好像我们之前 我记得好像是上一期 还是哪一期来的 就是说大家要不要等 它这个环状线建好了之后 然后再看看情况 其实你都不用等 这个政府早就知道了 它才不会去等 你看它这个环状线没有建好 它就已经去做这种规划了 那它等到环状线建好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得到 它这些房价会卖成什么价格 它的这些店铺会卖成什么价格 那就完全你还等 我觉得真的不用等 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是依照 其实我认为政府 他们对于整个基建建设的设计 心里应该都有底了 因为我们上次的节目 在讨论这个环状线 第一期大概是什么时候完工 我说两年三年差不多了 那如果你说这个 它二五年左右 它这个的话是差不多是 二四年左右要落 就是要怎么说 就建好的这个感觉吧 所以等于就是 因为它批文已经出来了 批文都已经出来了 不然它不会有这个文档 对没错 而且这个批文是 已经盖好了章 就已经完全的批好了 都不是说要去跟政府申请 而是政府已经批了 是 所以我认为它已经准备好 交通动线整个升级好 然后附近的建设也整个升级好 一起搭配着了 一起来的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 它到时候建好了环状线 那再加上它的这个 怎么说 它的公交系统 然后再加上它现在的这些 就是商业 而且最主要的是 它为什么政府会注重 因为 因为Bossio除了一些其他的地方没有的东西 比如说Bossio Hospital 那它是这个东区或者是墨尔本 都算是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医院 这个是其他的 比如说你其他的宿舍 包括我们Doncasta 你也没有一个Hospital在这里 那Bossio High School 这个连建筑的阴影都得测量出来 你这个文件真的很珍贵 有这种能力 有它的先天的优势 比如说交通啊 这些东西 它已经完全的都已经有了 然后再加上它一些 可能大家又喜欢这个地方 又又又又又比较就是居住在这里 然后再加上可能小学生 中学生又比较勤奋 那就这个地点 它就又造成了它 就政府再去更加注重了去发展它 所以那时候就说 一直都说 这个第二个CBT就会是Bossio 那我再说一点 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就是包括我们澳洲的这个税务总部 就税局 它的总部也在Bossio 哦对对对 对那所以的话就是 你一点一点的把它想起来的话 就是它真的有这种能力 也有这种潜力去成为一个CBT的 也有这个计划 因为这个计划看起来 它就是要成为第二个CBT 因为这场而言 澳洲不太会在某一个区域 做这样子的规划 会做这样的规划 表示它已经是个成熟的商业区了 它才会做这种规划 对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Vincent 又带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PDF 希望之后你再继续带给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 Glain-Weberley还有什么其他的 像那些你还有吗 有的话通知我一下 我去找找看 因为反正我们最近都在封城 然后哪里也不能去 我就帮你找这些文件 对啊 你们又封两个礼拜 你们现在还宵禁是吧 对现在已经晚上也不能去哪里了 那就在家拍片了 对啊 所以我们多一点拍片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先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